《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不是十八大院 我们讲的是《无量寿经》 大家要知道《五经一论》里面 最古老的是那一部经 就是《无量寿经》 一千六百多年的 如果你天天念佛 你不知道《五经一论》 那么还不够完美 我们追求完美的 你必须要好好地把《五经一论》听一听 不要说人生活了一百年 什么《五经一论》也不懂 人家说念佛 你就拿摩弥陀佛一点都不懂 那么这样太浪费了 第十七大院 我们上一期我讲的是六 现在十七大院 十七大院是诸佛称阳怨 今云是我的佛十方世界 世界无量寿佛不惜 智阶称我明者不取正觉 怎么是 智阶是什么意思 智阶是古代的言语 上古时期 智阶的一词 他的意思就是赞叹赞美的意思 为什么我们法章大师 法这个大院 他说如果我成佛 十方世界无量诸佛 如果不赞叹将来的西方之乐世界 我不愿意成佛 这个意思就是诸佛 十方世界无量诸佛都赞叹赞美 西方之乐世界 人家说为什么要赞美 是不是阿弥陀佛要 他是最高无上的 他要接受人的赞美 你称赞我 好像你是皇帝 我赞美你 阿弥陀佛还挤着人的赞美他 不是这个意思 就好像是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我念阿弥陀佛 我要升到西方之乐世界去 西方之乐世界什么好 西方之乐很庄严 很美丽 我让你贪心 为什么你喜欢美丽 喜欢庄严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西方之乐世界 为什么西方之乐世界 无量十方祝佛赞美他 赞叹他 是不是他虽然赞美 不是这个意思 赞叹叹令到西方世界 一切众生仰慕西方之乐世界 赞叹他俗胜的功德 赞叹他一报的庄严 正报的庄严 在赞叹的时候 在赞叹的时候就把他的正报 一报的庄严都表现出来了 就告诉你这个地方你真的要去 当众生他得知到西方之乐世界 他有很多十方世界的 诸佛的认同 又赞叹 那就更具信心了 这个意思就是怎么样 为什么我们要赞叹佛法 佛法好 你要信佛 是怎么怎么好的 人家说你为什么要赞 有花之盈相 为什么要赞 如果是他好了 你需要赞 不是这个意思 赞的意思就是 把加强他告诉你 他有什么好处 令到你知道西方之乐世界的好处 令到你知道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处 那么你这样可以比较 你就知道这个娑婆世界的苦 你知道西方这些世界的庄严 俗胜 清净 你一比较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的苦 有很多人怎么活在苦中都不知苦 他活在烦恼里面 也不知道烦恼的 如果他了解烦恼 认知烦恼 分析烦恼 他就可以解决他的烦恼 他连知都不知道有烦恼 有烦恼的时候他怎么样 激情的对烦恼 烦恼怎么样 你欺我 我叫骂 你再欺我 我叫打 用他的激情 喜怒哀乐 来对付烦恼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 你不好的对不好的 你不行的 violence against violence 好像现在 我们不是说香港 香港现在不是用暴力对付暴力吗 可以成功吗 永远是以柔才可以计刚强的 所以我们说太极 太极传是什么 以柔即刚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知切西方族的世界 赞美西方族的世界 好像你告诉人佛法很好的 你是赞美佛法 你说观音师你没有去过 好 观音师这个花园 这个花现在开得很好 那个荷花 莲花出来了 还有杜砖 他仰慕杜砖 荷花 花园的美丽 他就到观音师 到了观音师 好 我也去看看 拜拜佛了 他们种下善根了 所以就赞叹了 这个是七大院 好 我们十八大院 十八大院 念佛往生愿 今云是我的佛 释放众生 信心心药 欲生我果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无孽 非法正法 这个十八大院 很重要 有很多弘扬炼佛法门的 他写一本书 就是专写十八大院的 这个十八大院很清晰的 很简单的讲出来 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 有什么条件 如果是你寄心信他 你好要他 好乐 也就是乐 乐子 我们这个是动词 寄心信药 欲生我果 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乃至十念 你要念他的明智的 你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念 阿弥陀佛的明智 闻明信念 你才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有条件的 第一 你要念明智 第二 围除五涅 诽谤正法 如果你有五涅十恶 你做了不好的事情 也不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我们十八大院 我们讲一点点 再加强一点 让你知道这十八大院 第十八大院的重要性 我们这样讲 乃至十念 念是什么意思 就是持明念佛 你知道念佛有很多种吗 可能有一部分人不知道 念佛大概有十种方法 你要知道的是一种方法 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持明念佛 持明念佛就是十八大院讲的 十八大院里面没有说 我要观想佛像 观像 没有观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讲 那就是乃至十念 念 就是持明 那么我们这样讲 你要知道什么是持明念佛 你也要懂得一点点其他念佛的方法 你才可以知道什么是持明的 那么我们就探讨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探讨一下 《观无量寿经》里面就讲 有四种念佛的方法 第一种念佛的方法是持明念佛 第二种方法是观像念佛 第三种方法是观想念佛 第四种方法是实相念佛 你都要懂一点点的 《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得很好 也有很多高僧道德他解释得很好 那么我们先讲一讲持明念佛了 持明念佛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一周夜间疑心专注 或者是一万生 来自十万生 如是岁月久了 念念不断 唇衣无杂 你命中时 那你可以一定见佛 现身迎接 确定往上十高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或者是其他圣众会现身迎接你 有时我们旁人看得见 有时看不见的 但是阿弥陀佛发的其中一个愿 就是他会来迎接你的 阿弥陀佛不来 也可能观音菩萨 大世纪菩萨 也可能其他的圣众来迎接你 但是为什么有一部分看不见 有人看得见的 因为大家的业力不同 业障不同 那么持明念佛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但是里面有四个字很重要的 唇衣无杂 你可以唇衣无杂吗 你可以唇吗 你可以衣吗 你可以无杂吗 不一定 那你不一定可以往生四方极乐世界了 持明念佛要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我在《往生论》的纲要里面 讲得很清楚的 不是说我讲得清楚 《往生论》里面它排出来的方法 五种念佛的法门里面清清楚楚的讲出来 什么是唇 什么是衣 什么是无杂 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告诉你 我要知道怎么念佛 你不要东找西找 你不要找什么书 一生十几年信佛 就是东找找西找找 东看看西看看 每一本书翻山五页就放在书架上 看都不看 不要 专注 我请问你家里的佛经多少 不少 每一部佛经你有没有从头到最后的一页看过 都是几页而已 看完以后你就放在一处 每其名是信佛 找寻资料 你不要骗自己了 你还是要专一 那么我在YouTube里面有净土五念门 就把往生论的纲要有普通话版的 第二 观相念佛 观阿弥陀佛的形象向好 口称佛名 心不散乱 本性佛从而显现 如是念念不断 纯衣无杂 离命忠实 定见彼佛现身迎解 决定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现在第三是观相念佛 观什么 观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报庄严 正报庄严 等等庄严的形象 端坐正念 面向西方 心坐妙观 想阿弥陀佛 眉间白与豪相光 乃至诸下的千佛伦相 如是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 辗转观之 观想纯熟 三命先前 灵命忠实 决定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你可以观阿弥陀佛的正报 你可以观阿弥陀佛的一报 一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种种的庄严 第四 实相念佛 实相念佛是什么 念阿弥陀佛法性之身 值得实相之理 无形无相 柔如虚空 心其众生 本来平等 如是之念 只是真念 念念相须三命现前 决定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实相念佛很难 实相念佛的人 一定要对实相什么意思 要懂得很清楚 一定要对佛经里面所讲的 法性是什么一回事 就是你对礼仪要很清楚 你才可以实相念佛 现在我们近代的人 哪有那么多时间研究佛经 古人研究佛经很专门的 而且现在的人烦恼 我想越来越多 名利越来越厉害 比如说一天里面 你想想看 你用多少时间去研究佛理 你用多少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 衣食住行 你花了全部的时间 都是怎么滋养自己的身体 你的事业 你的家庭 种种种种种的一天到晚 你花多少时间去研究佛经 根本你没有研究佛经 你研究的什么是赚钱 什么旅行 什么旅游怎么玩 怎么看 怎么吃 衣食住行 就是这样的 一生就像过去了 你有没有研究什么是实相 没有 你有没有研究什么是观想 没有 什么观相 没有 你连观都不知道怎么观 你观什么 你说观 是不是观 观是有这个见字在这里 是用眼去观吗 我观看不是用眼去观吗 糟糕不糟糕 他以为是观 就是用眼睛去看 眼睛看了佛像 佛像就是观 我眼睛一看佛像 我就念佛 也是观 但是这个意思不是眼睛去观 是心里面观 用心灯去照亮 不是用眼睛去看 里面都有很大的学问 很大的哲理在里面的 所以观相 观相 实相念佛 不是我们普通的人可以用的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 你观相 观相 实相 怎么去做 所以阴光老法师告诉我们 近代年中的祖师 他说 你还是持命念佛吧 你怎么懂得观 你观得不好 还如磨呢 你一天观了多少时间 人家以前古人观 一天观二十小时 你现在观多少 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 一分钟都没有观 你观什么 观别人的坏处 观别人都不好 你可以观 别人不好 我就批评他 怎么样 好的 这个世界 我观好的 观不好的 观了以后 我引发了自己的意见 表达自己的意见 不好的 我要对待怎么不好的 好的 我怎么对待好的 善恶无际 我观完以后 我要表现 表现我 这个是我的见解 我见 这个我见害死很多人了 现在一切的斗争 就是每一个人的我见不同 所以有斗争 不是平等 没有平等的真理 只有不同的真理 每一个人都因为他自己的真理是真的 别人是不真的 而这个真理围绕着自己的利益里面讲真理 这样就糟糕了 所以我们说齐名念佛吧 怎么齐名念佛 还有说 你知道齐名念佛 你就知道怎么齐名吗 还不够 还有说 我们怎么去齐名 我们再讲一讲 什么是齐名念佛 每念南无阿弥陀佛 心里面这句佛号 心里面有这句佛号 口要念出来 耳朵要听进去 六根当中最重要的是把耳根和意根设住 念佛用什么根去念 念佛第一 舌根 你用口去念的吗 那摩弥陀佛 没有舌头你怎么念呢 你用舌头去念 就是舌根 念了以后出来 有出声的吗 耳根听进去 是不是 所以你不可以不念出声的 你念出声 你自己听得清清楚楚 耳根念佛 还有身呢 身有没有念佛 你有佛诸的吗 你这个手不是动吗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的手掏你的珠 你就身也念佛了 对不对 你身也念佛 或者是你合掌 你也是身 身是一个举动 一个行为 你这样一点一点的到这个珠 这个时候 你身也在念佛了 义呢 义是推动身口 身也然而必实 都是意根去推动的吗 你意根不推动 你怎么念呢 意根就是你里面想的 里面的经理 里面的意识的经理 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你的经理的 你的经理控制你前面的五根 眼耳 鼻石 身是前面的front desk 前面的前台的人 意念是经理在后面操纵了前面的五根 所以前面的眼耳 鼻石 身 人都要靠意念去控制的 那个意思就是 讲得多一点 就是怎么样 Your keyboards 你的keyboard就是你的眼耳 鼻石 身 你的意义呢 the program inside the computer 那个就是你的意义了 你里面的软件 没有软件 有没有用 电脑里面还是没有软件 你的键盘有用吗 你的键盘 就是你里面的软件里面控制的 所以《弦而碧石、身意 都是有意义》 你没控制的 那么眼睛呢?眼睛有没有念佛 那么就看你了 如果是你一面念佛 你眼睛一面倒数看 心不在念佛里面 你的眼睛、眼根没有射住 你不是 都是六根静念相继 第一 第一章就是这样 第二 耳根怎么去射 既念既听 听自己念出来的声音 不要去听外面的声音 你念佛南无阿弥陀佛 你听自己的声音 你不要听别人的声音 他说 这个人念佛念得不好听 谁要你听 你听你自己的 你不要听别人 人家批评你就去听 骂你就听 你自己念佛 你从来不听 别人占你 你听得非常好 很开心 别人讲你一句 非常不好 你说外面不好的声音 为什么你不听一下自己的声音呢 你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听得清清楚楚的 耳根要清净 念佛的时候 心圆一玛 口里面念佛号 心里面打了很多妄想 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 因为一根没有射住它 你射内一根 有种种的方法 或者是也有人观阿弥陀佛 那个梵门的那个种子制 也有人在一面念的时候 要观想阿弥陀佛的好光 应光老法是接受简便 很简单的方法 他说用一根去数 南无阿弥陀佛一 南无阿弥陀佛二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数 但是如果是你掏住的时候 你也先有一根 所以有人不习惯 南无阿弥陀佛一 南无阿弥陀佛二 南无阿弥陀佛三 他不一定习惯 那么你就掏住好了 你就不数了 要刀射六根 尽量相继 用这个方法专门修念佛法门 念到心不离佛 佛不离心 心佛依儒的境界 你这样才算是念佛 所以你的眼睛不要动瞄西瞄的 这里抽一抽 这里看一看 不行 你要眼睛最好是 如果是念佛的时候 垂下来 或者你观佛像也行 耳根听每一句话 舌头你念每一个声音的念 意是推动了一起念佛 耳根 就是你的珠 手珠 或者是你合掌 这样就是齐面念佛 齐面念佛真的念到 都射六根净念相继 那你就成功了 关于道射六根正念相继 怎么是怎么把六根都射住来念佛 但是我们没有走开以前 里面不是讲过一句话吗 乃至十念 除非你犯了五念十恶 你念也不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是五念 我们就看一看 为主五念 诽谤正法 是说除了犯了五念罪 诽谤正法 罪 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外 凡能信念念佛之人 不论有罪无罪 善多善少 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是五念 杀父杀母 杀欧罗汉 破合合生 出佛生雪 那就很难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个你要注意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有条件的 不是说你念就可以 你犯了五念罪 当然不可以了 但是还要做善才可以 关于是怎么是修善 实戒 修善 那么下一次再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讲第二十愿里面 我们就讲多一点 关于怎么去修 怎么去念佛 用什么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的方法 这个是大师菩萨念佛 《袁通章》里面所讲的 今天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敬念相继的方法